该如何选择孕育剂 比如什么时候选择规告孕育剂呢 大家好 我是工厂里最年轻的姑娘 欢迎来到迪光客户小课堂 铁业孕育处理的密切呢 就是在铁业进入行箱前 把孕育剂加入到这个行箱中 以改变铁业它的眼睛状态 改善了铁业的显微组织和性能 但是呢 这些性能的变化 也不完全是由于加入了孕育剂以后 铁业发生了化学症状的变化来解释的 随着呢 孕育方法的不断改进 孕育处理呢 已经是现在铸铁生产中 提高铸件性能的重要手段之一 让我们回到微高孕育剂 它的优势呢 就是提高灰铸铁的性能 高元素的加入呢 可以帮助控制氮含量 延长孕育效果 并且消除啊 这个氮对铸件的影响 能明显改善石墨组织 提高铸件的机械性能 并且呢 能够减少断面敏感性和白头倾向 不过呢 现在国内用这个微高孕育剂的厂家 还不是非常多的 我们主要是以处合为处 国外面请用这个 孕育剂的组件厂家比较多 我们南京迪峰所生产的 硅高孕育剂相关产品 优选原料 品质保障 还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 进行特殊的定制生产呢 欢迎咨询下单 关注我们工厂里在明镜的姑娘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